由各鄉民代表以及主席楊昭信、副主席鎮岡山、惠同乡长许文献 以及各科室人员一同前往灾区勘察 在勘察现场第一站来到了槟榔村 除了相关排水系统导致了连日豪雨淹没无法发挥正常功能外 也让附近的居民在安全上出现疑虑等问题 期盼会看后请政府单位能更快加紧脚步并予以改善 警戒者来到第二站的东西村道路旁 看见路机掏空影响利用路安全 主席楊昭信也为民众说明了这次所勘察的重点以及现场情形 今天是我们代表会定期会第八天的议程 我们是排在夏村考察 我们今天总共去看了三个地方 一个是在我们槟榔村 槟榔村那边总续环市场旁边 那个几乎至于是受到尼伯特跟莫兰蒂台风雨下得太大 这是我们历年来最大的一次于将整个一个整个我们要做的排水系统 跟我们既有的一个行水道路几乎都冲刷掉了 那我们这次去看的时候因为有危及到我们居民的安全 所以说乡长跟我们所有的代表都亲自去看 看完之后我们就有想出我们要决定 当然第一个是要向中央征集我们的灾害的一个补助 然后我们相公所为我们在这去做设计 将所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必须要我们去做一个改善的部分 我们相公所绝对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做一个改善 另外我们也到了我们东兴村 东兴村看了两个地方 所能看到的第一个地方那边真的是被雨水冲刷掉 整个一个陆基都已经掏空了 当然我们相公所也会尽快找我们测试公司来做一个改善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要通过我们大能发电厂我们比例量里面的一个主要的道路 看这个我们后面看到的都已经有那么大的一个窟窿 我们很想说主要说这个会危险到一个路人的安全 我们将乡长跟我们代表会的同仁一致的 能不能都用在我们的现有的一个经费上 我们也有这边有一个水利水资源的部分的一个基金 能不能用在用最快的速度 当然我们也会同时向我们的一个中央那个一个灾害的一个灾修的一个经费来争取 希望用尽快最快的速度来改善这样一个危险的一个工程 我们会将轻重缓急最主要的一个有受到人民交通的部分 安全的部分我们为第一优先考虑 这是我们今天下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我们要改善的地方 向各位我们乡民做一个报告 除了严格监督乡公所务必确实执行修散工作 以及要让民众都能够好好安心的守护自己的家园 东台新闻高世远被南乡采访报道 看看怎么办 追查到这个差异的地方 但是这些东西还能够重新阅den 最好监督乡的时间 这样就带坑了 谢谢观看